原定是在一百一十七年度要量產 那這個部分 我们会尊重台积电的整个建厂 跟营运的规划 那会在今年就动工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亲自抛出重磅消息 护国神山台积电 确定投资加益 就选址在加益科学院区 两座封测厂 那应该会有三千到四千个 以上的工程师 台积电落脚加益官方终于罕见松口 证实因应半导体封装产能的需求 计划先进封装厂进驻在加科 事实上台积电先进封装厂进驻了加科 就在加益太保和故宫南院市邻居 附近有蒜头糖厂 台积电新厂完工后 不仅带来力多 更有望替周边土地相襟 这里有高铁 有长庚 还有马筹后工业园区 因为台积电的议题 这个造成了一个跳空式的 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从每平六七万的农地 涨到现在所谓的十二万 有工作机会是好的 但是房子一直涨 土地一直涨 根本没钱买房子 产业接盼台积电替地方发展驻入活水 但民众确实也忧虑土地价格飙升 加深无可刮牛的困境 政府也规划设斩等政策判能保障 居住权益 华氏新闻城盟 小型秋显熊 嘉义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